房地产经纪人 你平时所赚取的收入 是来自于辛苦的劳动 这种叫做主动收入 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种办法 能够利用你的房地产经纪人执照 来赚取被动收入 如果你不是房地产经纪人 也没有关系 在今天视频的末尾 我也会讲另外一个非常好的 赚取被动收入的办法 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是北美绝金黄永明 我在美国特萨斯州海岛 加威斯顿 向你问好 在今年二月份 我把我的房地产经纪人执照 转到了一家新的公司 由此开启了非常好的 赚取被动收入的新的时期 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新的收入来源 也许你也听过这家公司 尤其是你在美国做房地产经纪人 但是你可能忽略了这个公司 它非常强大的地方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最早自己也是 应该讲很久之前 就听过这家公司 也看过很多人是在这家公司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 真正的重视这件事情 我真的没有去认真的研究 这家公司和其他公司有什么区别 直到去年底 我认真的研究了之后 马上就决定 我要把我的经纪人执照 从原先那个公司转到这家公司 所以今年二月初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第一体会是 它的网上的工具 平台真的是非常强大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会收到各种各样 美国全国各地的卖家或者是买家的需求 但是你知道我人在德克萨斯 我又不可能所有地区的这些交易都亲自的参与 亲自作为经纪人来参与 所以我就要找这些当地的经纪人来 帮助这些卖家或者是买家 在这家公司的专门做转介的平台上 任何时候 任何区域 哪怕是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小地方 我只要发出来一个线索 五分钟之内一定有其他的经纪人响应 一定有当地的经纪人响应 这种效率你想一想 这种便利的程度你想一想 而且你作为经纪人你是知道的 当你把这些线索介绍给其他经纪人成交了之后 那些经纪人是会给你分佣金的 从25%到30%不等的佣金 这个基本上对于你来讲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 你只需要把线索介绍给别人 那这些经纪人就会把其他的事情全部做完了 最后你只需要等着分佣金就好了 我今天说的被动收入还不是这件事情 请注意 我今天说的这家公司叫做EXP 你很可能听过或者是见到过 刚才咱们讲了 他的一个特点是非常的便利 这确实是他公司给经纪人提供的 众多的在线工具所带来的效应之一了 当你加入以后 你会发现他利用了很多很多的在线工具 你在家里面 你远程的完全是可以办公的 你不需要到一个办公场所 我不需要到办公室去上班 他的在线工具非常强大 另外对于经纪人来讲 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大公司的话 你会知道你每个月要给公司交一笔钱 这个钱可能从两三百美元到四五百美元不等 还是很高的 那对于EXP的经纪人来讲 你每个月要给他多少钱呢 其实相对其他大公司来讲非常低 最初加入的时候只需要有一笔149美元的费用 那之后每个月只需要有85美元的费用就好了 你看只是其他大公司的几分之一 而你通过交易获得的佣金跟公司是一个什么比例来分账呢 是按照82分 你拿80% 公司只拿20% 这个在大公司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比例了 而且上限一年是16000美元 也就是公司从你这分走 16000美元之后就不会再从你这拿更多了 你更多的收入全部百分之百都是你自己的 这个在大公司来讲也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我看过其他很多公司那个上限的都是要高的多的 或者说一开始的分账的比例从6437开始 然后你达到某一个层级才可以再升一级升到8291之类的 但是ESP所有的都是82而且上限是16000美元 好那前面只是说了一部分这家公司的特点 另外还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你加入了之后你真正的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 而不是给他打工的 你知道巴菲特他也有自己的房地产经济公司 你给巴菲特打工20年 他也不会说你干得很好 现在我有一些公司的股票给你作为奖励 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但是在ESP当你做得好的时候 公司是会奖励你股票的 而且是以当时价格的九折 让你能够拿到这个股票 你可以以自己收入的5% 来自动的九折购买这些股票 这也是这家公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那前面咱们讲了是你的成本 你的收入的部分 我们还没有讲到重点 就是你怎么利用ESP经纪人的身份 来获得你的被动收入 它能够做到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举两个假设性的例子 如果你每年想要获得36,000美元的被动收入 你需要存下来多少钱才能够达到呢 如果你存下来的钱 然后用作投资 每年的回报是4%的话 那么你需要90万美元的现金 你才能够一年拿到36,000美元的回报 这个回报是被动收入 那如果你想要更高一点 你想每年拿348,000美元的被动收入 你需要存下来多少现金 而且这些钱投出去以后 每年给你产生4%的收入才能够做到呢 答案是870万美元 有多少人有870万美元请举手 我想没有几个人有870万美元的现金的 但是作为ESP的经纪人 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里我要说清楚 我不是保证你能够做到 有些人会做得更少 但是有的人会做得更多 我只是从数学上来告诉你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那怎么做到呢 这也是ESP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设计 如果你在加入了ESP之后 其他人由于你的影响 也加入了ESP 那么这些经纪人 他们在每一笔交易完成之后 你是可以获得奖励的 我们用表格来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奖励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相信它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在你跟ESP签署ICA协议的时候 你会在文件当中看到这样一个 revenue share chart 这个表格详细的列明了 当你发展更多经纪人的时候 你会获得多少的分成 所有由你直接发展来的经纪人 都属于低层级 tier one 那tier one当中的所有经纪人 在达成交易之后 公司会奖励你那些经纪人 所获得佣金3.5%的金额的奖励 所有都是3.5% 那由第一层经纪人 继续发展的其他经纪人 属于tier two 第二层的是3.8%的奖励 然后呢 由第二层发展起来的第三层 是2.4% 第四层1.4% 第五层0.9% 一直可以到第七层 然后在这个表格的最右侧一栏 你可以看到 那么实际的有效的提成的比例 是百分之多少 当然如果仅仅看这些百分比的话 你还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就是我究竟一年能够拿到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个更直接的表格 现在这个表格 就把原先的百分比 换算成了实际的美元金额 你会发现在第一层 所有由你直接介绍来的经纪人那里 每个人你最多可以获得2800美元的奖励 那么第二层呢 每个人是3200美元每年 第三层呢 是2000美元每年 那这样讲起来 你可能仍然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 就是我一年究竟能够赚多少钱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清楚的表格 你看我们来做这样一个计算 假设说你每一年介绍了三个经纪人加入ESP 连续介绍了两年 那两年当中 你是不是介绍六个经纪人进来呀 那这六个经纪人 每个人分别又介绍了一个经纪人进来 这个时候 你一年会收到最高多少钱的奖励呢 答案是三万六千美元 你看第一层是六个经纪人乘以2800美元 等于一万六千八百美元 第二层是六个经纪人每个人三千两百美元 这是一万九千两百美元 加在一起 一年是三万六千美元 好 那我们作为对比 如果你想要被动的赚三万六千美元一年的话 假设你需要投资的收益是4%的情况下 那么你需要90万美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收益 我们再来做一个分析 假设说是一个五年的周期 在这五年当中 你每年介绍了两名经纪人加入ESP 不需要多 一年只需要两位经纪人 那么这十位经纪人 每个人也都又介绍了两个经纪人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第一层十个经纪人 每个给你带来两千八百美元 那么你的收入是两万八千美元 那第二层有一百位经纪人 他们每个给你带来三千两百美元 那么你的收入是三十二万美元 加在一起 就是三十四万八千美元一年 那同样的 你想要赚取三十四万八千美元 如果你有一笔钱去做投资 每年的回报是4%的话 你就需要高达八百七十万美元 才能够做到 但是现在你不需要八百七十万美元 你只需要每年介绍几名经纪人 加入ESP 就有可能做到这个数字 讲到这里 我似乎已经听到一些朋友说 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像传销啊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看 它跟传销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知道传销的特点呢 是每一个加入的人都要首先付一大笔费用 而上限的收入是来自于这些下限所交的钱的 但是在ESP存在这样的事情吗 它不存在 你看 首先你加入的时候是149美元 接下来每个月85美元 这种费用比其他很多大公司都要低的 另外呢 上限所分的那个钱 并不是从下限的经纪人的佣金当中来的 而是从公司的利润来的 所以对于下限来讲 不管上限有没有分你这个钱 你的收入是不受影响的 你如果在另外一家公司 那么可能你分的佣金还会更少 也许其他公司给你六成 给你七成 或者说它那个公司分成的上限 比16000美元一年要高很多 你最后拿到的钱甚至比ESP还要少 所以作为下限来讲 你加入ESP并不会因为上限 它有提成而让你的收入减少 很可能你的收入还要更高 就像刚才我讲的 当你的一年的交易量大的时候 平均下来 每一笔公司收取的费用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的 超出你的想象 这就是ESP的特点 你看到了吗 当你有一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的时候 你加入ESP是可以做到被动收入的 每个月可能有几千乃至上万美元的被动收入 想象一下 那如果你是经纪人 你看了今天的这条视频 你很感兴趣 你决定加入ESP的话 记得在填写你的ICA合同的时候 把我的名字写上 因为那个合同上会问你说 是谁对你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让你决定加入ESP呢 那你就是看了黄永明的视频 知道了如何利用这家公司来给自己创造被动收入 然后决定加入的 那当然你把我的名字写上就对了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针对经纪人的 你在美国有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来创建被动收入 但如果你不是经纪人 你没有经纪人的执照 有没有什么方法创建被动收入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好方法 就是投资美国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简称REIT REIT就是一些专业人士成立股份公司 用公司来投资美国的房地产 然后给所有的股东分红 那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呢 REIT必须把起码90%的利润 分给所有的投资人 而你作为投资人呢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购买公司的份额 然后在家里面坐等收益就好了 什么都不需要做 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家REIT 叫做REIT Diversified 它采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投资策略 也就是去购买那些欠了税的房产 所以它能够以市场价的40%上下 拿到这些房子 对这些房子做翻新 然后再做出租 那么翻新之后 它就能够获得房屋净值的一个收益 除此之外 它还能够获得非常高的租售比 所以它的年回报是相当高的 在2020年做到了36.7%的利润 注意很多朋友问我说那这36.7%的利润 我作为投资者收到的是多少 你收到的就是36.7% 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高的一个收益呢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家公司的详情 以及如何投资 我把这家公司的简介放在今天视频下方 另外呢我把投资的入口也放在今天视频下方 非常简单 你在线就可以注册和投资 整个过程只需要5到10分钟 一定要去看一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有些收获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北美绝经华永明 与你一起绝经美国 你们很优秀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